今年年底可能是台海问题的节点 主要是综合中国大陆的发展 和中美两国博弈走向以及台湾内部的状况 从近半年笔者观察的情势来看 台湾问题似乎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刻 美国和台湾台独政客对中国日益的强大 产生一种强烈的焦虑心理 迫不及待地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 随时可能因为美国军方和台湾政客的挑衅 踩到中国大陆划出的红线 一旦踩到大陆反分裂法划定的底线 大陆几乎没有倒退的政治余地 大陆近20年来 在应对台海局势突变的武力准备上 一直不敢懈怠 毫不夸张地说 军队官兵长期处于战备状态 基础准备非常成熟 无论是战术性准备 还是后续的涉台公共管理 都有很多成熟的预案 可以预期的是 真的到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 美国军队是不会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压在台湾身上 即使美国真的要武力干涉也无济于事 改变不了最终结果 唯一必将面对的是收台后的中美博弈 美国本身或者包括美国的盟友 可能发起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么现阶段美国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恰下成了测试 中国能否在解决台湾问题后 如何应对美国贸易制裁的预言 美国和台湾的焦虑是如何产生的 现阶段的中美贸易战是否还有转机 下一步台海局势是否快速发展 中国方面将如何应对 目前来看 美国和台湾省都有些急不可耐 我们以为时间在中国这边 越往后解决台湾问题的能力越强 如航母服役会更多 但美国觉得越往后 台湾牌越没有价值 将眼睁睁地看到中国大陆统一台湾 台湾独派更焦虑 因为越往后大陆和台湾越不在一个量级 随着中美力量的变化 美国想在半岛挑起战争的代价越来越高 于是乎半岛慢慢必将走向和解 东北地区将迎来新一轮强劲发展 是预期之中的事 东海方向 中国的海上力量已经全面碾压日本 日本不敢弄出大动作 加上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协作 对日本形成全面的潜质 随着中国南海岛礁军事化进程的加速 周边国家想挑起事端无异于以软及时 南海问题相关国家基本能达成默契 域内国家相对克制 中国基本能掌控南海局势 南海问题不再是中国关注太多的地方 美国军舰最多时不时刷刷存在感 和中国南海驻防舰机玩弯猫抓老鼠的游戏 今天美国的军舰又进入黄岩岛海域 被中国护卫舰驱离 中国的带路战略目前最大的路障在西线 要打通西线 必须在印度洋和中东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存在 首先必须打通南海与印度洋之间海上战略通道 那么控制台湾这个美国视为不成的航空母舰 就成了中国带路建设中优先解决的问题 早一天解决台湾问题 中国海军在南海和印度洋方向 就少一分顾及 多一份支撑 南海和印度洋海军力量的战略存在 即可以与吉布提基地的军事力量形成呼应 慢慢打通中国通向中东的海上通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